群出制药《声剑》中提到 智智之术先并四患 仅说要达到国家太平 必须先并除四种祸患 一约纬 二约思 三约放 四约舍 族人非常重视举满思维 只要看到这四种祸患存在 就知道很难推行德政和善政 也很难达到天下太平 因为伪乱俗 撕坏法 放月鬼 舍败制 所以欲创太平盛世 必先防危洞见并除这四种祸患 中央党校刘玉璃教授精彩结果 群出制药 通过古人在并除 伪 撕 放 舍 四种祸患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教导我们今天反对四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尽情收肯本期 余力开奖之品读群书制药第五十节 并四患与反四风 刘余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 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课所教授 著书丰硕 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并应邀到英 亿 美 加 澳 日 新加坡 印尼 中国 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 2015 2016 2017年 先后三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院组织 法国巴黎总部 围绕从群书制药 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 做主题演讲 对中国传统文化 东学西建 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 丙似幻与反似风 在群书制药身建中讲 智智之术 先丙似幻 哪似幻呢 一约伟 二约似 三约放 四约奢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达治国家太平 必须先秉除的四种祸患 那么中国古人呢 懂得居安思危 防危度见 只要看到这四种祸患存在 就知道呢 很难推行德政 善政 很难达到天下太平 所以先要除这四患 首先我们看 一约伟 这个伟的正面 就是成 真成 才能凝聚人心 而虚伟呢 而虚伪呢 会失去人心 那什么是成呢 曾国藩先生啊 曾经给成下了一个定义 一念不生 为之成 所以这个成呢 就是一念都不生的状态 换一句话说 就是我们放下了执着 分别 起心动念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无所求 无所事 众生有感 就有硬的状态 也就是老子上所说的 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 而不辞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功成而不君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呀 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是做而无做 说而无说 就像这个扣钟一样 大扣则大鸣 小扣则小鸣 不扣则不鸣 他没有起个念头 想着我要怎么怎么样 去帮助众生 有这个念头就不成了 因为有起心动念 那古人说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得什么道呢 得的其实就是这种真诚心 智诚心 这个真诚心与道相应 而且这个真诚心呢 是我和众人 共同具备的 是人与人都相通的 是一不是二 所以你真诚心一发 所以你真诚心一发就能感动人 感动人们呢 不分彼此来共襄 圣局 那么真诚心是从哪里培养起来的呢 古人说呢 古人说呢 从不忘语 开始 讲每一句话都要发自自己真诚的心 没有任何的虚伪 应付 没有自欺欺人 这样久而久之 养成习惯 你慢慢的真诚心 就能够显现 那人为什么会虚伪 为什么会伪装呢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啊 还是因为私欲放不下 明明有私心 还要把话讲得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啊 伪装得再好 可能能蒙骗一般的人 他不能蒙骗有道德学问的人 心地清静的人 而且即使蒙骗一般人呢 也是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长久 只早有一天呢 还是会被人看穿 那我们看老师讲课 有的人讲得特别有感染力 那么这种感染力来自于哪里呢 讲课能否动人 主要是看自己 有没有真诚心 或者说真诚心有几分 那我们也去听一些 传统化的老师分享 每一次听 每一次有不同的感受 为什么我们读经典 可以百读不厌 因为这些内容啊 都是我们心性自然的流露 他和我们的心性相应 而我们的真心透出一分 我们对经典的体会 就会加深一分 中国古人有句话说 原人说法无法不原 就看你讲的人 自己达到了什么境界 如果讲的人有真诚心 达到了华言境界 那么他讲弟子规 也是在讲华言经 如果讲的人 掺杂着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即使他讲华言经 他讲的也是世间法 二约思 人一真诚 对待人呢 都是念念为对方着想 没有私心 念念为人好 这一念心提起来 你的办事能力 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 就会迅速的提升 不需要有人教你 不需要学很多的方法 只要你有一颗 为人着想的心 你就知道该去做什么 很多人经常分享说呀 讲课前会很紧张 为什么会紧张啊 因为还有私 没有放下 还有一个我 没有放下 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当人有压力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考虑着 自己的利益 怕我们这个课讲不好 最后呢 分数不高 被人笑话 这个面子上过不去 所以归根结底啊 还是有一个私心 没有放下 那么相反 你去承担责任 念念为对方着想的时候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特别是你念念为对方服务 看到对方需要的时候 你看你的办事能力 观察能力 全都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只要我们提起一个心境 那就是念念为对方好 这个心就非常的单纯 活得也就会非常的轻松 而当你真正这样去做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一定是得道者多助 一定赶来很多的善缘 来帮助你 所以一个人越是不畏自己 人们越爱护他 信任他 愿意和他合作 我们看送礼 古人送礼呢 为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意 所以所送的人 没有有求的心 没有私心 所以送礼的人呢 很幸福很轻松 而接受的人呢 想到自己的朋友 千里迢迢 还没有忘了自己 接受的人 也感觉到很温暖 而现在的人呢 无论是送礼的 还是接受礼物的 都很有压力 为什么有压力呢 因为都有私心 有企图 有目的 结果送的人很辛苦 在发控心思地想着 对方到底喜欢什么 需要什么 还要投其所好 生怕自己送的礼 不符合人家的心意 而接受的人呢 也很有压力 因为我今天 接受了你这个礼 改天 他就来向你提要求 请你办事 所以无论是送的人 还是接受的人 都很辛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私字 在里面 东汉末期 为国思想家 寻约 把自己的知识思想 写成一本书 名为 《生间》 《生间共母卷》 不到一万五千字 其中的 智智思幻 被历代所重视 他从人性的视角 指出了行政 和官道的进取 刘玉璃教授 以寻约 在《生间》指出的 智智之术 先并四幻 告诉我们 四幻 就是围 死 放 舍 刘教授 对四幻 逐一解读 并指出 容易产生 这些祸患的原因 手幻 围 围 围是成的反面 就是虚伪 围装 就是说假话 做围事 就是弄虚作假 为什么不诚实 而去弄虚作假 究竟原因 还是因为 私欲作怪 明明有私心 还要把话 讲得很好听 把自私自利 伪装起来 所以 必然出现 第二种火患 私 私是公的反面 就是私心 就是淫私 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管公众的利益 贪得无厌 那么 人为什么 不会起私心贪念呢 敬请继续收看 余力开讲之 评论群述之要 第五十几 并四缓 与反四风 三约放 就是放纵欲望 一旦一个人放纵欲望 沉溺于感官的满足 他的孝心 恭敬心 全都抛之脑后了 他就没有恩义情义 道义可言了 对于国君而言 如果放纵欲望 他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 治国理政之上 他有欲望 有嗜好 也很容易被 映臣 所挟制 在淮南子上 记载啊 说这个 齐威王的 王后死了 齐威王呢 想立一个 新的王后 但是不确定 到底 立谁好 于是呢 他就命令群臣 商定此事 薛公田英呢 他想要迎合 齐威王的心意 于是他怎么做的呢 他就给齐威王 献上了十只 玉耳环 齐威王呢 特别赞美 其中的一个 第二天 田英便问呢 那只被赞美的 玉耳士 在谁那里了 他就知道啊 劝威王 立谁 为王后 那么齐威王一听呢 果然非常高兴 从此之后 对田英格外器重 所以君主的意图 示威 一旦显现于外 就会为臣子所了解 拿这个呀 来挟制君主 所以做领导的 要懂得节制 甚至还要放下自的示威 不能够放纵欲望 四约 奢 奢就是奢侈啊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从简入奢义 从奢反简难 一个人即使荣华富贵 生活条件好了 也要保持简约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样的生活简单 容易满足 心地清静 对于古人说 人道无求 品自高 范仲淹小的时候 求学呀 他的家境 非常的贫寒 每天呢 只能煮一锅的稀饭 隔夜啊 这一锅的稀饭 就凝成了块 他把这一锅的稀饭 化成四个格子 每顿只能吃着咸菜 吃其中两格子的稀饭 就这样艰苦求学 他有一位同学 是留守的儿子 就把这件事啊 告诉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呢 就很同情范仲淹 所以特意馈赠了他 很多的美味佳肴 但是范仲淹呢 却把这些美食 放在了一边 没有食用 过了一段时间啊 这些美食也都腐烂了 这个留守的儿子呢 看了之后 很惊讶地说 我的父亲啊 是听说你生活辛苦 所以特意赠给你 这些好的食物 你为什么不吃呢 范仲淹说 我并不是不感恩 您父亲的美意 但是我吃粥 吃咸菜已经很久了 已经习惯了 现在突然吃起 这些美味佳肴 我怕以后 不再能够回到 习惯吃粥的生活 所以你看这个范仲淹呢 他难得就难得在这里 他保持了一种 简约的生活方式 不奢侈浪费 这样呢 生活容易满足 也可以做到 万事不求人 这样呢 就可以把心思 用在求学 求道 还有治国理政上面 那么上面我们讲的 这四个字 伪 思 放 舍 针对的是整个国家的治理 实际上呢 治国和治家 道理是相通的 如果一个家庭 夫妻都不讲真话了 都虚伪 同床异梦 我们想一想 这个家庭 幸福能有保证吗 如果这家里的每一个人 都想着自己的私利 这个家 能够和睦吗 如果这个家 没有家规 从上到下 都放纵奢侈 那也肯定会败亡 所以群书之药里面的智慧啊 是小大圆荣 小到修身齐家 大到治国平天下 通通用得上 所以我们看一个家族 或者看一个团队 单位企业 国家 能否兴盛呢 怎么看啊 就从这四点来看 如果一个家族 一个团队 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 彼此真诚相待 不是虚情假意 只做面子上的功夫 没有私心 处处设身处地地 为对方着想 又有严格的规矩 不放纵自己的欲望 严格要求自己 生活节俭 不奢侈 那么这一个家族 单位团队企业国家 肯定会兴盛 刘玉璃教授 通过分析 私心产生的原因 结合怀 等古籍上记载的故事 告诉我们 人的私心 源于欲望 得不到满足 而欲望 得不到满足 就会千锋百计 为自己捞好处 于是 就产生了私心私欲 而欲望 是个无底洞 如果 不加以控制 就会不断膨胀 就会出现 第三种祸患 放 放 就是放纵 就是沉溺于 酒色财气 纵情于 声色全满 一旦放纵欲望 人的孝心 恭敬心 便荡然无存 恩义 情义 道义 也将逐一丧失 而欲望放纵的 更大危害 则必然会产生 第四种祸患 奢 奢就是奢侈 奢命 就是挥霍成瘾 自意享乐 奢的堤坝 一旦首先由领导干部冲垮 如洪水猛兽 将形成社会性的奢命之风 进而私欲横行 财务混乱 社会管理崩溃 古人因此说 成由勤俭 败由奢 就是这个道理 刘教授因此仅是我们 四患之害 小可败家 大可亡国 所以应该引起全民警惕 于立开展之品读群书制药 第五十几 并四患与反四风 正在播出 在十八大之后啊 习总书记呢 提出了反对四风的号召 就是要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 其实这四风呢 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 诠释了这四个字 我们看什么是形式主义呢 形式主义就是虚伪 不真诚 所以伪才会搞形式 官僚主义就是自私自利的集中体现 升官为了发财 摆阔 耀武扬威 不是为了服务人民 而是让人民服务于我 这才有官僚主义 而享乐主义呢 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 享乐人生 而奢靡之风呢 就是奢侈浪费 可以说完全和这四个字对应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古人那里早已经出现了 下面呢就接着说了 伪乱俗 虚伪就会扰乱社会风气 你看我们现在社会风气啊 普遍的都是应付别人 商场的一些礼仪小姐啊 那个微笑也是皮笑肉不笑 还有一些大会服务的礼仪小姐 看似彬彬有礼举止文雅 但是中看不中用 因为一问三不知 红老夫子说 巧言令色 嫌疑人 他尽是给你讲好听的话 目的是什么呢 他不是想真正给你做一个好的服务 而是想从你的口袋里 赚到钱 所以社会的风气呢 就变得 见利忘义 乃至于 假冒伪劣称致 人与人之间 缺乏信任感 对好人好事都缺乏信心 这都是虚伪的引导 不是尽本分 私坏法 自私就会破坏法令刚常 这个法呀 必须公正 古人讲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样才能贯彻法律的精神 如果有私心 与我关系好的人 通通不用守规矩了 那么这个社会的正义法令 就乱了 一个团队而言 团队也有团队的规矩 而且这个规矩啊 是领导者要先守 领导者不守规矩 整个团队的规矩 就会被破坏 一个团队的规矩 会被破坏掉 往往是领导者自己 没有率先遵守 所以我们说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遇到问题 谁应该首先承担责任呢 那就是领导者自己 如果领导者遇到问题 都是推卸责任 那么整个团队也会是 各相责天翻地覆 遇到问题互相指责 互相挑剔 互相抱怨 所以在史记《寻历列传》上呢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春秋时期啊 李黎他是晋文公手下的法官 他因为误听证词而杀了人 他就把自己拘禁起来 以此谢罪 晋文公说呀 官有贵贱 法有轻重 下面的办事人员有过失 这不是你的罪过 但是李黎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的官位很高 并没有让位与下属 我接受的俸禄很多 也没有与下属分离 现在我误听了证词 而杀了人 却要怪罪下属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 于是呢 他就推辞了晋文公的赦免令 以见自吻而死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呢 看到啊 要秉公执法的人 他首先要以法律 约束自己 尤其是职位越高 所负的责任越大 就更应该率先垂范 承担责任 那么李黎的这种做法呀 确实是大公无私 到了极处 下面讲 放越轨 放纵就会助长越轨的行为 人放纵自的欲望 就会逾越礼教 逾越礼教 虽然不是犯法 但是礼教一旦破坏 整个社会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物欲行流 人欲泛滥 所以古人把这个礼 比作洪水的堤坝 认为这个洪水的堤坝没有用 就把它废弃 必然会导致洪水泛滥 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 那同样 认为旧的礼没有用 而把它废弃 也一定会导致人欲横流 所以古人治礼作乐 都是防患于未然 因为他们知道啊 人的欲望一旦打开 就像洪水一样 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一些男女关系混乱 放纵欲望 甚至吸毒酗酒 过着颓废的生活 怎么扭转啊 可以说是很难扭转 而礼教呢 可以防危杜鉴 保护人的清净心 不受污染 奢败智 奢侈就会败坏理法制度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 什么级别的官员 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做什么样的车子 这有什么好处呢 老百姓看了之后 就知道他的级别 就知道给他行什么礼 就懂得对他尊敬 为什么尊敬呢 因为他对国家有贡献 所以古人说 决一 耻一 得一 让我们尊重有爵位的领导者 换一句话说 领导干部 尊敬上了年纪的人 尊敬有德行的人 这是倡导一种尊贤 敬老 尊敬有德者的风气 那我们现在社会呢 人只要有钱 只要你觉得好 都可以买 这样呢 通过钱呢 就可以提升他的社会地位 那么这是引导什么样的风气啊 引导一切向前看 唯利是图 甚至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 所以中国古人治理社会啊 他考虑得很深远 所有的制度设计 都是引导向善的社会风气 上一节 刘玉利教授根据史记 《寻历列传》等古籍上记载的议论和故事 抽丝剥茧 层层深入地分析了 死患的巨大危害 虚伪就会扰乱社会风气 隐私就会破坏法律刚进 放纵就会助长逾越礼教等越贵行为 奢侈就会败坏理法制度 刘教授同时联系 当前我党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 进行的反四风大考试之处 为对应形式主义 私对应官僚主义 放对应享乐主义 而舍则对应生米之风 古人立主并除的四幻 与我们今天坚决反对的四风完全吻合 四幻不革 四风不除 党计党风难以轻正 天下大志难以实现 因此从党内到党外 必须齐着鲜明 义无反顾地割除四风和四幻 那么如何有效地根除四风和四幻呢 尽情继续收看 于立开展之品读群书制药 第五十起 并似幻与反四风 所以古人设计的制度呢 都是培养人的德行 让人们去愿意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是有德行的人受到尊重 而不是把财放在第一位 那我们看呢 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人们为了财富而不择手段 归根结底啊 就是没有设计一套制度 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向善 向德的心 使有德行的人受到尊重 受到提拔 受到重用 这才是我们制度啊 最应该考虑的地方 而古人的这个制度一设计 它对社会风气的好转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所以在《寒诗外传》上说呀 故其民虽有余才耻物 而无礼义功德 则无所用其余才物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啊 一个人他即使有多余的钱财 但是他不讲礼义 或者对国家没有建功立业 没有德行 他这些多余的钱财啊 都花不出去 因为你不能够愉悦理智地去享受 见财力则不争 不争则强不凌弱 众不暴寡 人们把财力看得很轻 而把仁义看得很重 就不会去争夺财物 不争夺财物 就不会出现 以强凌弱 以众欺寡的事情 后面讲 四者不除 则正无由行也 这四者呢 都除不掉 德政啊 是没有办法施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民心都在堕落 必须赶紧推行 伦理道德 因果 圣贤教育 这样才能够亡羊补牢 必挽狂澜 扭转乾坤 风俗混乱 道德就沦丧 老子中说 人法地啊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么天地有什么特点 天无思复 地无思寨 日月无思照 天地无思 荣载万物 他很有平等心 所以人如果接触自然 亲近自然 就能够体会到 自然的这种心胸 就能够生起感恩心 他自己的心胸呢 也自然会开阔 那我们现在呢 都住在都市丛林之中 晚上出来啊 看到林立的高楼大厦 里边露出点点的灯光 就像住在鸽子笼里一样 住在这么小的空间里 还想着争名夺利 心胸越来越狭隘 迷失了善良的本性 结果欲令治谜 利令治昏 这个心呢 就没有办法和天地万物 化欲交感 不能够感受到天地的这种 无私的胸怀 所以要扭转过来 又谈何容易呢 法坏则是清 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这个礼法制度被破坏了 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的状态 即使是君王 也很难坚守这些法度 因为什么呢 因为击毙已久 要再扭转很不容易 鬼月则礼亡 虽圣人不得全其行也 常规的礼都超越了 礼仪教化也会消亡 纵使圣人来了 也很难维护正道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呢 在十八大之后啊 这些网络电视高科技 如果我们充分利用 这些高科技手段 天天宣讲伦理道德的教育 那相信呢 不过三五年的时间 社会还是可以恢复正常 重要的呢 就是看我们对传统文化 是不是有信心 是不是采取了有利的措施 来推行传统文化 智败则欲似 虽似表不能充其求疑 没有了礼法的约束 他的欲望就会横行 而没有任何的顾忌 虽然国家土地辽阔 也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欲望和消费 那么谈到这里呢 又让我们想到了美国 美国人过着很奢侈的生活 很会花钱 很会消费 他的国土很大 土地很辽阔 但是现在啊 是全世界负债最多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钱呢 已经花到了第二代 第三代的子孙 透支了 近年来 通过大力推行中央八项规定 党内的四分问题 得到明显误解 那么如何彻底的隔出四患 刘玉利教授 根据韩世外传等古迹上的议论 开出了两道要方 一是制度 二是道德 首先用合理的制度 制止四患的产生 但刘教授认为 制度只能制标 而不如制本 更主要的 还是要加强人们 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从心底产出 滋生四患的土壤 制度的制止 结合道德的自觉 才能标本兼制 才能彻底并出四患 才能达到 民风淳朴 党风清正 实现天下太平 所以老祖宗呢 这些教诲啊 都是在提醒我们 要反对这四种风气 秉除啊 这四种祸患 那么这也说明呢 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古人呢 早已遇到了 不仅遇到了 还分析了他的过患 指出了解决的方法 所以不仅仅中国人 那西方人 特别是美国人 都需要群书制药 来了解这些 治国安邦的道理 那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人 奔至人与人之间 相互亲爱 人 是中国人 所追求之最高的 道德原则 道德标准 和道德境界 儒家推崇的人心 就是佛家和道家 倡导的慈悲心 中国古人认为 只有具备 人德心的人 才能体会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才能明白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的道理 所以 他内心 不会和任何人 起对立 并由此致力于 和谐世界的构建 此为 人者无敌 协和万邦 人者无敌 协和万邦 由此称为 中国文化的基因 与核心价值之一 中央党校 刘玉璃教授 金采建 勤书制药 通过古人 在致力于 实现世界和谐 天下大同理想 过程中 所总结的经验 教导我们 如何用人心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敬请书和夏娴 余力开降之 品读群书制药 第五十一集 忍者无敌 协和万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